歡迎同學們收看我們這次的教學內容 老師這邊要介紹一下 標準差的線性公式 怎麼說 在教底下之前 老師掀起這個例子 這有三個小題 麻煩你把這三個小題的 平均數還有母體標準差 算出來 平均數怎麼算 把這五個數字相加 算出來平均數是幾 3 這第一小題平均數是3 麻煩你求標準差怎麼算 先把大家和離均數的平方 總和加起來 1-3-2平方 4 2-3-1平方 1 3-3-0的平方 0 4-3-1的平方 1 5-3-2平方 4 所以加起來總和是幾 10 如果把10吹一起 有五個數字把它吹一起 5 所以說算出來變異數是幾 2 再把它抓起來 開根號所以標準差就是幾 根號2 這沒有問題對吧 再看一下 101-102-103-104-105 平均數怎麼算 把這五個數字相加除五 所以平均數字算出來是幾 103 好以它為中心 相減-2平方 4 相減-1平方 1 相減-0平方 0 相減-1平方 1 相減-2平方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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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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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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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數代表整體的成績 標準差代表彼此的差異 你把大家加100的時候 不錯 整個成績上升了100 但是差距有沒有一樣 大家個體之間差距還是一樣嗎 所以標準差 有沒有因為加減關係的調整 沒有 所以標準差還是起 所以說大家都加100 這兩個差1分 他們加100之後還是差1分 所以標準差會受到加減影響 不會但行不行 再來 看第一個看第三個有什麼感覺 這是1 2 3 4 5 這是2 4 6 8 10 所以說你看這兩個乘上幾倍 兩倍是差兩倍 所以說這邊3的正面積6 對不對 但是問題來了 這邊是根號2的正面積2 根號2 有沒有 所以標準差有沒有更調整 有 所以說你要知道平均數該加就加 該乘就乘 平均數最乖 好不好 該加就加 該乘就乘 標準差 標準差會受到加減改變 不會 但是會受到乘數的影響 把大家乘上兩倍的時候 所以原本差距只有1的 現在差距變7變2 差距是擴大兩倍了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原本是標準差是根號2 這寫出來自己2 根號2 這樣行不行 他觀念就是怎麼做簡單而已 這樣教授 只是我們數學上 習慣上 用文字來表示的時候 就比較麻煩了 怎麼說 他說如果說有兩組數據 一個叫X一個叫Y 好不好 算數平均數一個叫標準差 假如說這兩組數據 存在這種關係 把這X乘上A 再加B會變成Y 老師剛剛講過 平均數最好玩 該乘就乘 該加就加 所以老師問你 好 第一個 這Y的平均數是什麼 算 很簡單 他可以把AX的平均數 該乘就乘 該加就加 這樣得要小心 是吧 可不可以 但是這Y的標準差 來 老師剛剛講過 我標準差 會受到乘數影響 會受到加減影響 並不會 所以說加B要不給他 不用 但是這邊是把乘上A倍了對不對 所以標準差 就要跟著乘上幾倍 A倍 但是為什麼要加絕對值 所以標準差一定什麼數 正數 因為它是平方 所以標準差 是把差距的平方 所以說一定要加什麼值 絕對值 這樣你要講 標準差一定要是正數 所以說講一講去 這觀念很簡單 很多同學會被這文字敘述 把怎樣就嚇呆了 其實很簡單 標準差 聽好 平均數 經過調整之後 該成就成 該加就加 那標準差 經過調整之後 它並不會受到加減影響 它只會受到成數的影響 這樣可不可以 來我們看一下文字上的 我們看一下題目 他說某班期末數學總成績 平均是65分 標準差是3分 老師按到下列 好按分數按到下列狀況調整 求調整後的算數平均數 還有什麼標準差是多少 第一小題 每人各加10分 好原本是平均數65的 加10分之後 平均數變7 75 標準差 標準差會受到加減影響 不會嗎 我原本考33分 對吧 他考38分 加10分之後 我變43分 他變48分 我們還是差5分 有沒有影響 沒有嘛 所以標準差是3分 即使大家各加10分之後 標準差還是7還是3 這樣行不行 來第二小題 把大家原始分數乘3 0.8再加10分 我們平均數該乘就乘 該加就加 所以因為平均數是65的 把乘3 0.8就乘3 0.8 再加10分 就加10分 所以算出來 平均數變7 62 但是我標準差 標準差只會受到乘除影響 所以把3乘3 0.8 是不是就好了 這個加10分比他 不用 所以算出來標準差就是7 2.4 這樣了解好意思是吧 可不可以 麻煩你把這邊 整理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OK